不少朋友说这个车子门关起来的 这个声音脆 没质感 这个车子就便宜 其实这个东西是个玄学 我们自己把密封条贴贴上去之后 音质 品质都会有非常大的这种改变 那今天跟你来分享一下 这个密封胶条我们自己怎么整 那先来看一下 那这个闭柱的位置呢 有这么一块突出的铁片 这个其实就是车辆预留密封胶条的位置 有些车子卖着卖着越来越便宜 这个胶条贴着贴着就少了几根 我们平时是不太会去看这些地方的 这都是大家精明之所在 那本来是三层隔音的 少了一条变成两层了 这密封性和隔音性就会打折扣 其实不只是我们这个车门 你说这种引擎盖 后尾箱盖 这种不起眼的缝隙 它都是可以通过后期加装胶条 来加强这个车子的密封性 或者说开的时候的这种静音和舒适 这蛮小的这一个胶条 其实是可以对我们的行车品质 有一个很大的提升的 那首先我们就是用这个清洁布 先把它这个准备 粘上去的位置先擦擦干净 那搞干净之后 我们把我们的胶条拿出来 这个时候你不用把它剪断的 你想想一条一条的 是用到最后面再开始剪的 防止我们这个粘着粘着 短了一绝 这个就非常麻烦 那我们先用这个材质刀 把胶条的一头 先把它弄弄平好看一点 保证美观 然后再把胶条这个背面的双面胶 撕开一小截 大概四五厘米的样子就可以了 那接下来把这个胶条的头 对齐壁柱铁片的这个上面 沿着这个壁柱边缘你就往下面贴 那贴的时候稍微要用一点力气的 这里有一个小诀窍 或者说是注意的点 就是我们贴多少就撕多少 这样贴起来的话是又快又准 你直接全部啪撕掉的时候 还没等这个胶条粘上去 有可能这胶条上面全部都是这种灰什么的 这粘性有影响 甚至是不能用 这点是需要注意的 那全部贴完之后 再用小刀把这个尾巴 把它给它切切平 弄弄舒服就可以搞定了 那我们这个后备箱盖的操作 基本上也是一样的 那从拐角的地方开始 照我们后备箱盖的这个轮廓开始贴 也是贴一段再撕一段 那贴到了我们后备箱盖的 另一个拐角的地方 这里就有一个技巧了 就是我们用大拇指用力的压住这个拐角处的那个胶条 然后呢 另一只手再把它对齐这么搬过来 这么接上去 这基本上呢就非常的完美了 不是说横的贴一条 竖的贴一条 那贴起来 其实也不密封 中间不是还是有缝的吗 既然都做这个事情了 我们把它弄弄好 对吧 那车门的话呢 它操作方法和刚才的闭注 后备箱盖 基本上是一样的 蛮简单一件事情 但是有一个不同是需要我们注意的 这车门上 其实它是有排水口的 我们平时有可能注意不到 它就是在车门的这个下沿 具体的数量位置要看车型 我们贴的时候 记得用小刀把这个排水口下方的一个胶条 切开一个排水口 以防我们这个车子里面有水排不住去 有些朋友会想这怎么会有 你就想下雨天你开门的时候 这水不是会滴进来一点的吗 这个就有可能是用得到了 那这个呢基本上就算完成了 找一块空一点的地方 天气稍微好一点 自己家门口哪里都是可以做的 非常的方便 整个车子开起来这种安静的这种档次感 一下子会高很多 我觉得这个是以小博大的一件事情 还是挺好的 那这次换胶条活动呢 是我们备胎说车线下见面会 杭州站进行的 我们车友朋友自己都是动手 把这个车子贴一下做个大升级 都觉得这个东西还挺好用的 自己动手还蛮简单的 那像这种加装胶条这样的这种 花小钱办大事的这种小技巧 我自己蛮喜欢的 我就整理了很多 什么自己加玻璃水 自己换空调滤芯 这个雨瓜片自己装一装 车钥匙的电池换一换 这些我都做成视频了 一步步照做的话 女生大概也就是几十秒就能搞定 非常方便 如果你也有兴趣想要了解一下 或者说是自己试一试的话 不妨关注一下我的微信公众号 备胎说车 直接回复关键词 自己来就可以了 那我这个公众号 每天都会给你推送一段 超过60秒的汽车使用小干货 文字版 音频版 视频版都有 你可以挑自己喜欢的 那想要自己动手加玻璃水 换鱼瓜片 换车钥匙电池等等等等这种 简单省钱又方便的这种小视频 想看一下的话 很简单 手机打开微信 搜索公众号 备胎说车 回复关键词 自己来就可以了 备胎说车等你来玩哦